这个片段里面有叫江远欣大姐 然后还叫过她阿姨是吗 这很过分 对 非常的后悔 还好了一个更过分的 对 坏阿姨是吗 你们看我那个眼镜里是不是有那个反射 我们这边还可也没瞅着 写着后悔两个 所以张欣诚老师 你本人怎么看待诚诚的这个行为 你理性地看待一下她这个行为 小孩 就是小孩嘛 小孩嘛 对吧 你要是跟我就是不可原谅 但是诚诚毕竟是一个小朋友 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一下 我觉得还不让原被原谅 还好诚诚改口改得非常快 不过佳老师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像那种男生 就是明明喜欢这个人 所以就故意要跟他搞一些恶作剧这样 他就是可能已经默默地喜欢上他了 所以才叫他阿姨呀老女人这样 有这个可能性呢 我觉得在这一刻诚诚没有 这一刻他就是真的很烦 对 这个时候他还是 他就是 哎呀你大姐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在这一刻应该没有 这一刻 所以各位男同胞们 我觉得告诉大家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现在我还觉得他是个骗子 但是又觉得 哎 这个现在就是骗子的那个门槛 和就是要这么高了嘛 就是必须得长得这么好看 就当骗子嘛 大概是这个这个感觉 所以各位男同胞们 这个行为 骗子骗的那个反的成分会大一点 所以男同胞们 这个行为不可取啊 千万不要叫一位漂亮女士 阿姨老女人 我会觉得这一刻评论 我会觉得这一刻评论